缓珠格格剧中,那个在街头漫溢的被小燕子救下来的女孩小鸽子长相清秀 齐柳海的发型再加上两边对称的卷起来的小辫子,显得特别的可爱 实验小鸽子的女孩名叫胡雅思,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了 然而就在近日,有网友爆料称小鸽子胡雅思,已不久前剃度出家了 据该网友爆料,胡雅思于上个月出家,发名为红形,是上德下徽大和尚的徒孙 据悉,胡雅思参演缓珠格格时,刚刚十二岁,他在三岁的时候便进入了少年宫学习舞蹈 四岁,考入了儿童电影制品厂的小明星班 小小年纪便接拍了很多广告,还很多次上电视,参加晚会,是个标准的年少成名的小童星 六岁时,胡雅思出演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,《长天烽火》正式出道 除了缓珠格格以外,他还参演了《新龙盟客栈》、《亲和决恋》等电视作品 到了2002年,胡雅思随家人一起移居了新加坡 长大后,赴德国汉堡国际音乐学院学习